过新乡长流村长崎巷 还有十多户居民没有自来水可用 往往只能依靠抽取河水与收集渔水 供应平时的民生用水 以及作为灌溉用途 议员林芳宇接到民众陈勤之后 特别邀请普里自来水公司 县府城乡发展科等相关单位 到场进行会开 希望借此全力协助当地民众 解决民生用水问题 顾且不论我们生活的用水 如果缺乏的话 我们一天不能没有水 但是在这里的十几户的住家住户 长期以来就都是靠着雨水的存量 以及抽取稀底的水做备用 作为生活的用水 在这里希望说能够在大家的协助之下 能够尽快地帮他们解决生活必须的用水 我相信这对他们来讲才是最有感的政策 长流村长期向这十多户居民 长期以来都市抽取河水 作为灌溉以及民生用水 也造成民众健康隐忧 民议员希望自来水公司 能够借助协助当地民众无水可用的麻烦 确保民众安全与健康 记者曾光明后 郭欣香采访报导 郭欣香采访报导 都是你的